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对对 那时我上车以后就跟司机说 我说要回我们小区 那个司机已经在往小区开了 那司机也看他是喝醉的状态 也没怎么理他 他就一直说 我现在要去海里捞 快点 司机 你现在不开在海里捞 我就不给你钱 就开始在那里 开始 然后就开始凶司机 也不是凶 就在对着司机胡言乱语 上一想一秒一直说 我要去海里捞司机 给我开机海里捞 下一秒就说 你知道吗 他喜欢男孩子 他就指着我 他喜欢男孩子 他是gay 然后我就说 你男的不是吗 他说 我也喜欢男孩子 我也是gay 快 亲我一口 然后就一直叫我亲他 一直叫我亲他 然后那个司机我在前面就 然后我就跟那个司机说 他喝多了 他喝多了 然后他听到他还说 我没喝多 我要去海里捞司机 给我他开到海里捞去 你不开 不给你钱 然后我还打架给我朋友 我说 你快多来海底捞 我请客 然后我跟他们都有啥时候到 然后他说 他们还有一分钟到 那我说 对 我也马上到了 我也马上到了 然后我这车 往家离开 我都没有去海底捞 结果他们 我那朋友他们到海底捞 发现我不在 他把人家20多个人都跟着他来海底捞了 然后我把他运回 我把他就是拖回来了 他下车的时候 你还死活不愿意下车呢 真的 你死活不要下车 你说这不是海底捞 我不下去 我是硬把你拽下来的 我真是 我真是 你的腿当时是这样子 勾着那个车门 我硬生生的给你掰下来的 真的死活勾着那个车门 然后后面下车以后 直接又倒到路边了 直接就开始倒路边 我根本都抬不动他 然后后面我就想打电话 就是住在一个小区的朋友来抬他 然后后面他自己又站起来了 他站起来又倒地上去 站起来又倒地上去 你起码摔了三四次 摔的好痛 我现在脚底都痛 然后他手上也有伤 他的手上就是他摔在地上去 然后我一不小心 我想去 我想去扶他 然后我踩到他的手了 直接给他踩 踩掉 踩烂了 脚踩给我贴 穿个我贴 我脚踩摔了 穿个我贴 可清暖 我说哎呀 还给我贴 穿个我贴 好可爱呀 可爱 你知道 然后他昨天晚上呢 他又说这里痛 那里痛 他回家以后呢 他就 回家以后 你还不愿意回床上 你就 你又倒到地上 你说我要去海底捞 他已经到家门口了 还扒着那个门 你都不进来 你知道吗 扒着那个门 我要去海底捞 我要去海底捞 我都无语了 我都不记得了 这些时候我都断贴了 对啊 我哄了你半天 我哄了你半天 我说 我说 好 好 我说 我说你先把那个 我先给你贴个窗口贴 贴完窗口贴 我们再去海底捞 好不好 我就像哄小孩一样 我一直在哄你 然后给你贴完窗口贴 我说你先去床上休息一下 我说 我说那个我给你擦把脸 我们就去海底捞 好不好 我说你现在脸上可脏 你刚才在那个地上躺着 然后你就回床上躺着了 回床上躺着 我本来想 确实想给他 我确实想给他擦一把脸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全身很痛 他说他脚底板也很痛 我当时我还真以为他的脚底板是被磨到了 还是摔到了怎么着 我就这样子 我就趴下去看了 我就把他的脚抬下来 我趴下去看 一脚直接踩到我的脸上来 他就看了脚底板 直接给了他一脚 直接踩到他脸上去 我说无语了 然后最主要是还有 脚底板真的痛 还有更过分的 脚底板真的痛 还有更过分的 然后我给你擦 我给你全部弄完以后 你安顿好你 我帮你把裤子脱了 帮你把那个外套脱了以后我就出去了 我想我自己再洗漱一下 我进去睡 你把门反锁了 我敲了你起码有五分钟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好家里有钥匙 有发闷钥匙 我就我打开来进去的 我进去以后呢 你又开始骚扰我 就开始 老婆 滚啊 我肯定没有 就开始老婆 我肯定没有 你都不记得 不要 我肯定 就开始来骚扰我老婆 老婆一直在扒拉我 烦死我了 然后后面我直接给了你一把 想安静下来的 我正是给了你一把 想安静下来的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最离谱的来了 你们前面我小号发的那个 我小号发的那个抖音 有很多人问我 是不是我尿了 不是 就是他尿了 今天早上十点钟 我迷迷糊糊的 我感觉我的屁股一阵暖流 我以为咋了 我以为干嘛了 我把被子掀起来一看 好像喷泉一样 那个尿 天呐我都无语了 我当时都给我震惊到了 你不是很性感吗 就怎么说了 我也没见过那个场面 你知道吗 我没见过那个场面 这主要是 他还是把裤子脱了在那尿的 就是他把他把那个 他把那个底裤扒到一半在那尿 然后你们也知道 男生早上会那个什么 他那个就是那种 像喷泉一样 像那种网上喷的那种喷泉 天女散花似的 然后整个床单全湿了 而且他可能是憋了一晚上 那泡尿聚酒 都无语了 然后 然后 然后我想 然后我想把他拉起来 他根本动都动不了 他就说别烦我 我继续睡 他就直接在 在这样的床上睡 睡到了今天下午 什么时候 好冷啊 然后 然后我就出来了 我就 我就出来我在沙发 我在沙发上睡了 我在沙发上睡到下午的 他你睡的那么冷 你都不愿意起来 就直接在那裹裹裹裹裹一天 太难受了 太尴尬了 那床 真的好无语了 我之前 我之前也尿过 之前是沙发心给我擦 之前他也 他也是 我之前在宿舍 我之前在宿舍尿 我之前 之前他有一次在宿舍也是喝多了 我喝多了 然后沙发心把我扶回 那个宿舍 然后我就突然站起来 然后站 宿舍床上这样 哈哈哈哈 有画面的 有画面 我就直接站在那二楼 我就站在我床上这样 我突然觉得 然后沙发心就给我 给我托地 我会不会 那我爱你这首席在路上 我能想一辈子 我 就要飞起来 这个红灯型 绿灯体一样 红灯型 绿灯了走吧 该走了老婆 那你 啊 没事 我脸了 你今天身上有 有一个月 有一个月 我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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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过了 你别给我找 趁热 上头啊 回一下 好 这是到你做的 我 我不用回下 我这跟马路 差点 我当时晚上直播间说呢 我说刘风雪原咬人 我说到时候让他咬我 咬我上嘴唇 我现在都已经接受了 你会咬我这个事情 我记得你刚开始 第一次咬我的时候 我会发火 但他今天也咬我 他今天咬了我大腿 咬轻了 然后大腿咬 咬轻了 不知道为什么要咬你啊 这小时候 我忘了 忘了吗 因为你说要给我那个 我很高 他自己在无语 这也是到自己的问题 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你很高贵吗 都会很高贵吗 他直接 起上来 坐我脸上 嘘 就也许你这么做 我就不能这么做了是不是 吴文你别说了 是你的问题 自己反思一下吧 我才不反思 没什么反思 然后可无疑阿姨还要打扫卫生 然后直接把裤子脱了 你看看你咬的这个 有个痛啊 真的啊 对阿姨还是你后面 我当时你后面晒衣服 然后直接把裤子脱了 你看看看人家都轻了 抓了吗你 对阿姨 老天的开场是不是不对 我不是安眠 请你别误会 想说的话在闹中旋转 却张不开嘴 听你说过曾经那个谁 我们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